刘女士认为 不管是上学考驾照 还是开台球梯 儿子不是半途而废 就是隐瞒家长自己拿主意 做事非常不靠谱 但是儿子小任却表示 即便明知道有些大事 需要和母亲沟通 他也选择不说 而在母亲刘女士看来 儿子越是不交流 闯出的祸就越多 因为最近他发现 儿子瞒着他 干了一件更离谱的事情 就他以前和同学网贷 他和别人合伙的 他的名字年龄不到 人家的年龄到那个时间了 用人家的年龄名字带了 带了人家家里面知道了 人家坐在我家里面 说这个情况 刚开始他不承认 他说你相信别人不相信我 这个是越拖 那利息越多 到最终拖了有几个月 两三个月 确实还是他的 是 他说还了吧 给人家还了吧 人家给我弄了个单子 三月出现的 这是几笔贷款是吗 这是三个 三笔贷款 有一笔5200的 有一笔4699的 有一笔5499的 这加起来一个月 要还两千 你再还 现在还完了吗 我刚还完了 为什么会有这三笔贷款 不知道他拿钱干啥的 这个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我不太想说 你让他替你还钱 你却不给他一个 咱们就说理由吧 所以你妈妈心里忐忑不安 那你说这个支持他怎么给 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我和他一块打工了 他也有工资 我也有工资 他就没有问过 我说这个钱 这个月你给人家打了没有了 他从此不提 我也知道我自己以前 做的有多糟糕 我也想去努力变好 但是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端 相对以前相比 肯定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变化也不是太大 他是需要这个钱 他才靠近我是接电话 咱们就看这件事情啊 就考个健身教练证 去当教练 你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值得去做吗 有了证 不是有那么多的人 需要你这个教练 那你对儿子的期望是什么 我想让他 带个技术性的呀 就前一段时间 我们那儿有个大工厂 在那儿找工了 招聘了 我是这样回去报个名 他就不去不回 为什么希望他做这个 一辈子那就有个保照吧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在我妈妈看来 想让我以后的生活 是这种 稳定什么无险一经的工作呀 我觉得这种生活是 没有乐趣的 我想要的生活 当个教练挺好 每天有课的话 上一上课 每课的话 去别的地方旅行呀什么 过一些比较自由 舒适一点的生活 我愿意 我愿意 谢谢大家